還會有這四位的選手要移序的上場 接下來是中國的選手 延寒 延寒 延寒在短選的部分是排在第三位 89.57分 剛才玉野昌摩這個長選的部分 並沒有締造他在本期最好的一個成績 但是總成績還是相當的出色 來到269 那我們看到他需要180分 才能成為領先者 那我們現在看他的開跳 是一個三圈半加兩圈 三圈半加三圈的頭路 三圈半 三圈 有一點點的失誤 三圈半 再一個四圈的透露 非常漂亮 成組的非常漂亮 把飛刃轉換內刃 再一個三圈半的艾色彰彈 三圈半的艾色彰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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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圈的艾色彰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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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圈的透露兩圈的露 稍微搖了一下 這個三圈的艾色彰彈 非常漂亮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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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现在这个 Change for Combination Spin 这个他的连接部就结束了 这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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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完美的一个program 该做到的都做到完全没有失误 只有有一些摇动的地方 他现在应该非常开心也非常累 现场的观众都起立给他最大的一个掌声 他也相当的有信心 技术分超越了刚才岳昌摩 是来到大概96分 当然这还会做一些微调 那这次岳昌在短取的89分 其实也蛮接近他整个在本季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成绩 然后他过去有两度来参加四大洲的比赛 一三一五 赛季都获得第三 然后刘的非常好 跟教练抱起来就真的是非常好了 来看一下刚才精彩的演书 他的三圈份加三圈的第一个跳 稍微摇晃了一下 他第一个四圈非常完美 加两圈真的是 再一个四圈 就摇晃了一点点 可是这么难的动作 摇晃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原谅他一下 就像这个赛节 我以前讲现在这个选手挑战的四圈 快到让观众 我们讲说目不转睛 根本来不及 看不出来是四圈还是三圈 来不及数了 因为三太快了 去年他在几个打奖赛方面 其中在美国站也获得第四 另外在中国站获得第三 去年的四圈再获得第四 其实整个境况都保持得相当的不错 我感觉现在在分数上面 虽然他在短局的部分 是这个落后 战术落后雨夜昌模 大概是三分的差距 他有机会成为领先者 后面的右侧是目前的三位的领先者 后面的都有机会取而代之 其中包括了目前领先的雨夜昌模 另外还有天中行驶 他们两个日本第二名非常的 这时候是他们最放松的一个时刻 就要想见很多选手在看台上 在观战 真的是在辛苦的过程当中 难得的放松 来看一下中国的联合的一个分数 高达181.98 总分也来到27.5 要升到第一位 所以他的这个长久的分数跟总分 都缔造了他在本季的一个新高纪录 技术分的高达96.26 较远分的也有85.72 目前已经是以大概不到两分的差距 目前是要升到第一位 而是一位 应该是也有压力的 也有压力的 也有压力的 在环境下